那话题来关心癌症渴望变成慢性病 专业医师认为 透过了基因检测研究 加上资料库分析 持续的发展精准医疗 未来癌症渴望提早发现 提早治疗朝这样的目标来迈进 而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 在出席论坛时也提到 期盼建立健康大数据 期许自己能活到120岁 小孩也能从出生开始远离疾病 他本来应该留在高雄 上台至此介绍来宾 看到高一大几个关键字 不忘噎语一下 似乎十分关心挺寒霸寒大游行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出席论坛活动 主题聚焦癌症治疗 期盼建立健康大数据 人就是说要活得健康 并不是活得长 小孩子也是一样 要快乐也要健康 所以我们已经改了这个口号 叫0.6岁国家健康养 不是国家帮你养 希望小孩从出生开始就能远离疾病 郭台铭表示自己和10岁女儿妞妞 累计相关数据已经超过10年 期许未来能活到120岁 医师则认为透过基因检测研究 加上资料库分析 发展精准医疗 就有机会让癌症变成慢性病 在病人发病的早期 你就可以侦测得到 然后早期治疗 这病人可以完全治愈 以肺癌为例 假如你在肺癌在一公分以下的肿瘤 你开刀拿掉的话 95%以上都会存活5年以上 或者是完全治愈 根据国外商业杂志 针对89个国家进行评比 台湾的健康照护指数排名 世界第一超越日韩 借由国际合作 医疗朝向智慧化发展 让癌症不再可怕 记者陈子凡 林一新 特别报道